欢迎大家收看邮局网络出品的自媒体教程 如果您看完我们的视频之后 有任何不懂不明白 想要咨询问题的地方的话 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 是蚂蚁牛逼 全拼啊拼音蚂蚁牛逼 这个微信号来向我进行咨询 然后我们从2018年2月10号晚上开始 每天晚上都会在火山小视频这个APP进行直播 我的火山号是126531572 大家可以搜索这个火山号关注 然后每天晚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跟我们一起互动 好废话不多说 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来 好废话不多讲 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这个课程主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在这个自媒体就是 我们做这个视频里面留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 然后发到自媒体上面去进行一个引流的一个方法 我们举一些案例 首先第一点 首先这就是留的几种联系方式啊 我能我看过的或者是我能找到啊 强迫症啊 少打个留 首先第一是留微信 然后留微信公众号 留网址 留微博 还有留这个火山小视频ID账号 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啊 可能只是我比较 我这个没有发现更多的啊 我发现比较成电是这几种 然后说一下 分别说一下 现在这个留微信公众号 留微信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留微信公众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基本没有人留微信号 除非是图文 哎你们就会发现说做图文的说留微信号的人挺多的 我们看能不能找到啊 算了 不发那个 就是我们看看人家做风水的 现在还留不留微信号了啊 随便打开啊 也没留 这个反正这个 你要找别人的广告啊 你要真是就一下去找 我估计还真不好找 你看见他这个留了没有 师傅在网上找到你的号了 是SE98673 你看对吗 然后他回一个室了 其实这肯定是这个人的小号 对不对 这其实大家名言一看就能知道 因为呃 现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啊 你如果做图文的话 留微信是非常难留的啊 我们打在这边 啊 如果你是做图文的话 啊 留微信是非常难留的 啊 我们不说微信啊 留联系方式 是非常难留的啊 这个至于为什么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你就看他这留了这个方法 你就知道 这写的这要不是我这种成天看广告的人去发现别人广告的人 我告诉你一般人都不一定能看出来他这是个啥你的号是 你说这个微信他连微信俩在你我知道有的人可能留什么微信啊啊什么呃 微呃微信呐什么呃呃呃呃呃什么微信啊就这种我告诉你只要你能想出来的金儿头条都得给你屏蔽了就包括他这种就是英文加数字的这种组合 这个稍微 只要这个留的多次数多一些的话 头条一定会给你屏蔽的 所以说 如果要留联系方式 就最好是 我也不说最好 就必须是视频的形式 视频的形式 这也是咱们第一 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你做图文 就是留联系方式比较难 你做视频的话 他就有这好留联系方式的 怎么一个好处 这留第一 我们接着往下算 这第一这留微信号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的人 留微信号 尽管没人留微信号 为什么 首先就是你 特别特别难往上留 其次呢 我告诉你们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第一太low逼 太low了 你想 你想你只要你 因为微信号 都是个人的 你只要一流 你只要一流 微信号 就让人感觉 不管啊 不管你是卖产品也好 是知识付费也好 是资源付费 付费也好 不管怎么样吧 都让人感觉 你是一个人在操作 给人的感觉 不像团队一样 啊 安全感 安全 踏实 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一般啊 所以一般 大家都是留 公众号 其次第二点 为什么 是因为 自媒体的平台 流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 报一篇文 报一篇 视频 你的微信 就被加爆啊 你比方说你一下 做了一个视频 你留了你的微信号 我一下就给你加了几千人 你根本你连通货 你都通过不了 就微信 它也是有限制的呀 你一下几千个人 加你微信号 微信不可能让你这么干 那别人 如果说前面 已经有几百个人 加你微信号 那再加你微信的话 你这微信直接就炸了 这微信直接就炸了 他就再搜你微信号 都搜索不到了 或者别人添加你 你根本接收不到消息了 或者就是 还有就是 比方说 你这个微信号 你你留了一个微信号吧 一下给你加满了 但是你这视频 还在上面放着呢 你这有十万人 看了十万人都想加 但是你只留了一个微信号 那不可能 十万个人你都加了吧 所以说要留 所以说 要留公众号 所以说要留公众号 那当然了 也有的人比较喜欢留微信号 比方说我 我就喜欢留微信号 为什么 我我比较喜欢跟大家交流 就是比方说我做自媒体 我在自媒体上吧 如果我就是在这个今日头条 或者是哪儿我发布的这个文章啊 或者发布这个视频时 给别人讲这自媒体的啊 讲这个互联网创业的 讲一些营销啊 这方面的技巧 我还是留自己的个人微信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直接的这种沟通 而且我心里也有数 我知道家伙的人没那么多 当然了 如果说我要拿真拿这个当个事 那我肯定不会留自己个人微信号 我肯定会留公众号 就我如果想好了 我这视频 我就是奔着让他当报文去的啊 让他引流去的 那我肯定留公众号啊 如果说我就想到 我就发一篇小众的内容 看见我的人想跟我聊一聊 就跟我沟通沟通 那就给我留个微信号 微信的作用是沟通 而公众号的作用 它的作用是功能 它是功能以及营销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现在留微信号的人特别少 这我们不纠结啊 这问题我们不纠结 我们因为这问题已经纠结了七分钟了 这问题我们不纠结 我也没有找到这种留微信号的这种题材 之前很多做风水的 或者做网传的人 他们是留微信号比较多 还有那些做微商的 而现在做微商的人都已经不留微信号了 真的 我们说的这公众号 留公众号的人是最多的 公众号是最多人 留的 直接给你们 那看个案例吧 嗯 比方说这个 我找着这些案例啊 我找着这些案例 年糕妈妈啊 年糕妈妈这个号 我们不我们不去说人这号好与坏啊 不说人是大V 还是怎么样 你看 但凡这种做成品牌的留联系方式的统一都是公众号 啊不是 不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微博 留公众号的是 我这应该是 看见 我们找一个他们最新的一个 像这种 他引流到这个 你们可以看一下他最后的这个广告啊 都是指中国吗 微信搜索 看见 我这应该是 啊 录制着电脑声音呢 你看啊 他这个留 微信 中国 他是让你 他引导着你 他留 他留了一个二维码 他让你微信搜索 看见 然后去添加人家 干什么干什么 这是他引导的一种方式啊 他留的这个就是微信公众号 然后你看 他要关注 看见头条号 这个是头条号 再看啊 他后面还留着 他还留APP 他们看见这个历史号做的比较牛逼啊 他们自己还做了APP 他们现在主要做的是知识付费 他们现在主要做的是知识付费 所以说他们还留了一个这个 啊 APP 当然他们本身原来做这个 就是只留公众号的时候 也在公众号上也做了知识付费 这就是跟人说什么呢 公众号比较 公众号比较容易打造IP 并且你的粉丝 如果积累在公众号上 的话 粉丝价值会比较高 哎 这话怎么说的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啊 我 我也 我说的这个标准价格 可能不是最新的一个价格啊 但是我告诉你们的男粉 男粉就是微信公众号啊 公众号 粉丝价格啊 就是你的公众号 我们就不说他针对的人群 不说你的这个粉丝属性是否够垂直 我们就单单来说啊 一个男粉的价格至少是一块钱 我说这一块钱绝对低了 你们平时很多人在微信上买买粉 一个都不止一块钱 都得一块五 一块三一块五到一块五的价格 男粉的价格最少是一块钱 女粉 女粉 这价格就不好说了 三到五 三块钱 我觉得现在可能买不着五块钱左右 但是这个我 我没买过粉丝 这个我也不太能说清楚啊 女粉 至少三块钱嘛 女粉就三到五元嘛 好不好 三到五块钱 这事怎么样衡量衡量啊 就比方说你这号有一万个粉丝 然后男粉居多 那你接一条广告至少给你一万块钱 如果你人是女粉 女粉 你有十万粉 十万粉丝 十万的 你有十万的粉丝 啊 然后那你接一条广告 你至少至少 这话好像不能这么说啊 好像不能这么说 反正就是如果你的 我没办法跟你们说 这个具体是多少钱啊 这个因为他包含的情况太多了 我这也不好跟你们信口胡言 但就是说呢 你的这个公众号只要积累了粉丝之后 你今后接广告 它是有价值的 并且你就算今后你要卖你这个微信公众号 你都能卖上去价格 明白了吧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留微信公众号的原因 如果你只是把你的这些粉丝啊 什么的引到你的个人微信上 那你往外卖的时候一点价值都没有 真的一点价值都没有 基本上没什么价值 明白了吧 而且微信公众号 它有很多的功能啊 对不对 你们也都平时也都对微信公众号都挺了解啊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比如说什么啊 有自动回复啊 大家或者是一个引导功能啊 包括这个外部链接啊 包括在微信公众号上面都可以有这个收费啊 有这个知识付费这些功能 这都是微信公众号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当你要批量化的去大规模操作的时候 微信公众号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联系方式 啊这么样的一个方法啊 这微信公众号 它这好处就太多了 我就不跟大家多啰嗦了 但是这看见 他留的这个APP 我就不跟你们多介绍了 我相信可能现在我们大多数的这个群里的这些朋友啊 或者是这些学员 你们也都还没有到这份上 我们就不具体说了啊 咱再说一个留 联系方式留网址啊 哪个留的是网址呢 这个恋爱成真学 我们看啊 他1月24号这视频吧 一般是这个都是在最后啊 大家看啊 他就是在最最最最末尾的时候 留了一个成真恋爱学这么一个网址啊 什么迷上我点COM 我们搜索一下 哦 打错 迷上我 你看 这就是他们的等于一个官方网址 你等于说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网址 他留这个我们现在说啊 留这个网址跟留这个公众号最大的区别什么 网址的作用 主要目的是展示 就是他这个你不用想他这肯定是收费的 他肯定是你看恋爱学 他肯定就是将你们不知道现在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啊 就是两性的这种就是男追女也好 女追男也好 或者这个叫炮学或者叫什么恋爱学或者这叫什么把妹技巧恋爱达人什么 那这叫什么 嗯 PUA 啊 对 这个叫PUA啊 这是什么追女生把妹教学社区 这肯定的 他们就是做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挣钱 所以他为什么留网站啊 不是留这个呃 公众号或者什么呢 他为的是提升自己 让自己感觉自己很正规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有网站 我有一个对外的一个门户 你可以通过这个门户来马上的了解我 并且你看他这边有留了他什么 让我们留下我们的网址 然后就给我们发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教程 这个东西啊 就是 让我们来领取这些东西 就是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首先他的第一步是让展示给他的这些目标群体 这些客户 这些用户 这些读者来展示他的一些内容 所以他的他对于功能性的要求 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他只要的就是给你发两篇这样的内容 然后潜移默化的引导你对他们进行付费 这是他们的作用 他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通过网站来对他的这个读者进行他们的一个主要起一个展示的目的 这是他们的作用 跟这个微信 微信公众号主主打的可能是一个比方说功能性的 比方说功能性 那还有就是留微博就是我们刚才点错的这个年高妈妈 大家看见了吗 这里 大家看到了吗 这边就是他留的这个 其实这个我们都能看出来 这个前头前头只要是带一个圈A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爱他这个符号 这他留的就是他的微信啊 圈也就是爱他年高妈妈就是他微信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时候 请大家关注年高妈妈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留这个微博的一个方式啊 其实留微博也挺简单的 因为很少有人会就是这平台应该不会针对这微博 为什么人家留微博呢 微博其实是就是微博 其实这个东西我讲到现在已经有点词穷了啊 就是我不是会说那种简单空话的那些人 就是你留微博为什么 因为人家他就是经营自己的微博属于一个就是展示物 他相对于这种呃 金耳头条这种这种自媒体来说的话 微博这种自媒体 他是相对于一个个人类的一个展示 他主打的这个IP就是他个人 就是年高妈妈这一个个人 而不像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三个IP啊 我们对比一下这三个IP 你像年高妈妈我们先不说看见 看见这个的话 他主打这个品牌看见肯定给你的感觉是肯定 他不会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人 对不对 然后你像这个迷上我 这个恋爱成真学啊 这个恋爱成真学 他虽然说出来的这是一个 每一捷克都是一个某一个人 某一个讲师来给你讲这些东西 但是他主打的也是他的网站 他也是要是根据他的团队 但是像年高妈妈这个账号 即使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年高妈妈这是 他是一个团队在经营 他们逼着融资了六千万 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他主打的还是他个人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去这个微博上面搜索一下 他这个年高妈妈 他肯定是以这种 就像就好像是个体对个体的这种 一对一的这种针对性的这种营销 明白吗 但是他选择的是微博这个平台 微博这个平台上面 他可以获得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展示自己 他要的也其实也是一个展示自己 然后一个更大的一个吸粉的一个平台 他可以说比这个 就是我认为啊 这这我说的这所有一切都是我个人的一些余见啊 余见 我认为这个呃微信他相较于这个公众平台来说的话 他的这个粉丝的获取程度更加的容易更加的简单 并且当他发布出去一些信息的时候 他的内容会更容易的被更多的人阅读到 并且大家也应该我觉得你们应该多多少少能感觉到一些 比方说年高妈妈他可能他针对的这些用户群体是一些女性 你像微博上面的这些女性 我认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微博上面的这些客户群体相对来说 相对于其他的平台 我们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 微博上面的这些女性用户相对这些用户吧 相对呃今日头条或者是这些呃UC啊 什么这些上面的这些呃 人来说的话更加年轻化 他们的不能说更加年轻化 除了更加年轻化以外 这些女性粉丝还要更加的精英化一些 更加的精英化 他们相对来说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 就是更加前卫啊 更加时尚啊 如果是即使是宝妈 他们在微博上面这些宝妈 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更加强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年高妈妈选择的这个营销的这个 他所留下这个联系方式 留在了这个微信公众呃 没有留微信公众账号 他直接留了一个微博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 我不会说那种 就是人家说那种很让你听起来很牛逼 很专业那种话 但是这是这是我自己感觉想到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留微博啊 就这个就是你针对你的一些用户群体 我用户群体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营销方式 营销手段 其实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留联系方式啊 为的为了营销对不对 那么营销我们之前说过营销 营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标准 营销就是首先分析啊 首先找到你的目标群体啊 其次是分析你分析你目标 群体所能 首先是找到你的目标群体 其次是分析你的目标群体所能接受的营销手段啊 最后才是针对性的信性营销 对不对 如果你你就像 你就像年高妈 他肯定是分析了他自己的这个呃 用户的这个目标群体在哪 对不对 那你像比方说这种像看见 我们刚才说看见 看见这个呃 对历史感兴趣的肯定是男性大于女性 对不对 但是微信上面可能就是 我认为微信的用户群体是女性大于男性的 你不信的话 你去那些就是评论 就是不管是大V也好 明星也好 还是网红也好 还是什么影响账号的 下面你看看 微博上面肯定是女性大于男性的 因为我平时刷微博刷的比较多 而且我还喜欢看别人评论 你就会发现微博上面肯定是女性大于男性 然后那么呃 然后你在想历史类的 喜欢历史类的 那喜欢历史的 我觉得年轻人喜欢历史 他就算再喜欢历史 他也没有这种稍微年长一些的 人喜欢历史 喜欢的厉害 所以说喜欢历史的可能就是 男性年纪稍微多一点 我说这只是大多数啊 大多数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那这些群体他们活跃的地方肯定就不是微博 肯定就不是微博 而肯定就不是微博 对不对 他们可能用微信用的更多一些啊 找到你的目标 群体所在的位置啊 所在的位置 然后再根据你的目标 就你所能接受的营销手段进行一个营销 对不对 这些是为什么看见选择了呃 微信公众号 而年高妈妈他选择了微博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另一定是遵循了一个一个有效的成功 成功的营销 他们肯定是遵循了这样的一个呃 手段去进行了营销 对不对 啊 嗯 好 第五点啊 第五点是留这个火山小视频的ID账号 我们在说这个之前呢 我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 呃 另外一个案例啊 这个宇哥说电影 宇哥说电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个案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最近发的一些视频里面 只要有爱就不会受到干扰与阻力 相爱的人能永远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的故事 希望你们能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有这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每天推送视频文章里的图片广告 宇哥讲电影 大家听见了吗 你听啊 他没有 他在左上角打了 这是一个微微信 这是一个微博的一个微博一个名称 但是你听他的公众章话是口播出来 宇哥讲电影有这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每天推送视频文章里的图片广告 宇哥拜信 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听见了吧 这就是他一个口播 这种溜 就是很 你们会发现很多的这种视频里面 就是可能有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溜 联系方式啊 什么就是你开打水印打到上面 你会发不上去 但是有很多的这些账号 他们是用这种口播的方式 就是在解说的时候说 大家可以去微信上面搜索 我的微信公众号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进行对我进行一个关注啊 对不对 这种口播的这种方式 大家明白吗 口播也是留联系方式的啊 一种办法啊 一种办法啊 我们再说这留火山小视频ID号 这个我没有找到这个 我没有找到这个案例啊 但是呃 我是跟这个 呃 为什么我要说留这个火山小视频ID的这么样一个方式啊 呃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先说为什么 啊 为什么要啊 要留火山小视频的ID 啊 的ID 啊因为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 就是在2018年的1月份的时候 在2 2018年1月份 具体是哪天我忘了啊 反正就是前几天啊 头条发布了啊 头条 发布了禁止 已经留了公告啊 就是说在那个我们大家 呃都在这个头条的这个 群里边 都在这个头条的群里面 呃头条的官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许往外引流了 就是你不许往外引流了不能留这个各种的这种联系方式什么乱七八糟了 当然了你们刚才看见的还是为什么我刚才为什么给你们打开的就是他们比较比较 比较近期的一些一些一些这个视频 就是因为我想让你们看看现在还是有人你看他这个就29号的时候刚才我们看25号的视频的时候上面还有他微信搜索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他还在到2029这视频吧 这视频好像是刚才我们点的 是20 呃对是19号这视频 啊 是这19号的 我们看一个他近期的啊 他27号都没有 刚才我们点的是哪个 这25号的这个 好像 好 听他说的这句话 你看他这里边还是微信 宇哥讲电影 因为什么 前几天 你可以看见他中间有几天 他中间有几天的时候不留这个就是什么宇哥讲电影微信搜索宇哥讲电影 他直接就是头条号啊 头条号什么的了啊 也不留什么各网站搜索认准唯一ID 他不留这个了 他不留这个了 他就只留一个头条号 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 这个头条公布了就是禁止紧留啊 说什么后果很严重什么的 所以说前段时间大家都消停了 大家都消停了都不留了 呃 但是的话你们也可以看见就是有有一些这个号他还是在留 留这种留的时候留的这种方式 其实啊 在头条上面留联系方式的话 最好 啊 不啊 最好 比如说不管是啊公众号也好公众号啊微微博啊还是啊就是你公众号也好微博也好还是啊微博也好啊 尽量把你的公众号和微博的名称 起的跟你的头条号接近类似一点最好是完全一样最好是完全一样明白了这样的话平台他不怎么识别你他不怎么管你但是如果 当然了我也不能跟你保证就是你在头条上面留联系方式百分之百不被封以前是绝对百分之百不被封的就说只要我们账号开了原创之后你留联系方式啊他基本上不会管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平台都说的时候还是查一点但是呢但是其他平台 现在还暂时没事暂时没事啊这我只能跟你保证到现在就是现在马上二月份2018年二月份了就是现在来说的话暂时还是没事啊比如啊 UC啊百家呀还有这个七额这三个平台啊都暂时没事啊都暂时没事 都暂时没事 但是你像这个头条他们现在等于说就不让外部引流了但是头条他好就好在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你们如果拿这个手机版的这近日头条那APP在刷的时候他近日头条他现在还有外部链接啊就是你可以设置外部链接你直接在就是当别人点击到你的账号主页的时候直接可以在那个手机屏幕的最下方他有一个外部链接只要点进去之后啊就能够啊就就能够这个有你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你淘宝店啊或者什么什么万七八糟的 都能在里面设置啊都能在里面设置所以说非近日头条他现在你要说他管的严不严他现在也管但是他还是给留了一个缝但是呢我所以说我这边就是当时在出了这个就是近日头条说不让留这些乱七八糟联系方式的时候啊有两种方式啊有两种方式啊是头条默认许可的啊你们就刚才所说的 这种留联系方式啊方式的这种方法在UC百家和契格都没事啊只要你账号开了原创就没问题啊只要你账号开了原创就没问题啊有两种方式在头条呢是默认许可的啊第一是第一是那口播啊或者是文字或者是水印吧跟观众说啊在今日头条里私信我 啊比方说你可以说啊大家如果想要呃这个怎么怎么样的话可以在这个近日头条里面呃这个私信我我会给大家回复私信是可以的啊私信是可以的啊私信也是啊跟大家沟通的一种方式嘛当然他可能不如这个微信啊来的比较及时但是私信是可以第二是啊第二是可以留火山小林的ID啊 也就是说虽然说这商榜这些啊就包括什么啊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网址啊或者是什么 啊个人微信呢 啊啊都不让留但是是可以留火山小视频的因为火山小视频跟这个近日头条是一家 那大家知道吗知道吧你可以说呃大家如果呃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可以啊来呃 关注我的火山小视频我火山小视频ID数字22或者是啊我会直播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在火山小视频里在火山小视频 啊 哎呀这错字 留微信是可以的啊在火山小视频上面留微信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先买一个火山小视频的这个APP看一看啊每一个人里边都留着微信是重要的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啊留联系方式的一些 那方法方法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啊你可以留微信号但是我不建议啊你可以留公众号也可以留网址也可以留微信也可以留火啊 你可以留公众号可以留网址可以留微博这三种方式在啊UC啊百家契格都没事啊你在这个你如果想要在头条上面留的话你就尽量的把这些账号啊他的名称起的跟你的头条号接近一点比方说啊人家这个鱼哥讲电影啊他的头条号要鱼哥讲电影啊然后人家的微信公众号也叫鱼哥讲电影人家微博也叫鱼哥讲电影啊起的就类似一点接近一点哎这就可以啊明白了 然后如果说你要一种更加稳妥的在头条上面留联系方式的一个方法的话 原来就是你可以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呃联系我呃私信我然后你可以通过私信把你联系方式告诉大家啊你也可以就是留下你的火山小视频的ID也是没问题的啊啊好好好就这些 好感谢大家耐心收看完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啊如果你看完我们视频之后呢觉得我们视频还不错然后想要获得更多的这个视频教程或者是想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蚂蚁牛逼全频蚂蚁牛逼然后呢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学习群里面是免费的把你拉到这群里面大家一起互相的交流啊互动 我群里面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个人全部都是做自媒体的而且都是做原创视频的呃当然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火山小视频的直播间火山号是126531527然后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直播呃非常欢迎大家过来互动一下好感谢大家再见